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宁宁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咯 那今天呢这篇美妆日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终于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2017年这个holiday season限量的彩妆盘 不是holiday set 是限量的一些产品 就是这些品牌呢基本上到这个holiday season的时候呢 就会推出一些限量的产品这样子的 那有四个呢是今年新鲜出炉的产品 有两个呢是限量的 但是我是在hooterlocal.com上折扣的时候买到的 好 像lorac这两个 就我接下来说这两个就是常客 lorac的产品经常在上面有折扣 那这个呢是lorac非常有名的unzipped cheek palette 我有它的这一个unzipped eye palette 就眼影盘 这是它的cheek palette 这个初的时候我有买 但是卖断货了就再也买不到了 那天我在hooterlocal.com上看到之后 两秒钟立马把它放到我车上 放到这个shopping cart里边 非常非常好的一盘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一定要把它收了 大家看到上色度啊 晕染度啊 粉纸啊 然后颜色啊 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底下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呢是珠光的 这两个颜色呢是雾面的 你可以就是 大家可以看 可以把这个颜色搭到一起来用 然后稍微的就是综合掉 或者是中和掉一点点 它冷色掉的这种感觉 这几个颜色呢我都有用过 我大概买了将近三周了吧 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说 但是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如果大家有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话 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盘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盘 为什么要停产呢 可以把它拿回来 然后下面这也是lorac的这个限量的啊 这是也是它的这一个腮红盘 但是这一盘我觉得就是算是一般了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高光 然后剩下三个颜色的这一个腮红在这里边 颜色呢跟刚才那个来说呢 就是蛮相近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高光的颜色 大家看高端颜色呢在我的皮肤上面OK 但是如果你比我稍微白一点点的话 它就颜色可能有点深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盘呢OK 可以错过了 但是刚才的那个unzip的那一个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话 你一定不要错过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盘 就是hourglass 今年新出的这个叫 Metallic Strobe Lighting Palette 在这里边 可以看到我的相机 然后呢 这个是Metallic Strobe Lighter钱 我花了60多美金 买了这一盘 超级后悔朋友们 大家看到 这就是我们hourglass 60多美金的Metallic高光 这就是它的Metallic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 颜色非常非常的干 一点都没有像我脸上的这种柔亮感的感觉 如果你想要它这种Metallic 大家看到这个粉 你看到这个粉质感了吧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 我不会推荐它去买这一盘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盘的高光的这一个彩妆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pass了 你不妨去试一下这一个 这个是在沃尔玛有卖的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10美金 12美金10美金 然后这是63美金 不说了 下面有说超级不好的一盘 这一盘就是这个 这个是Lorec Mega Pro 4 它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 包装呢是这种粉色的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 我觉得哦还蛮漂亮的 来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10秒钟时间 大家好好欣赏一家这32个颜色的眼影 大家自己考虑一下 这32个颜色的眼影 你能用几个颜色呢 大家看一眼 说实话能用几个颜色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自己 我说实话 这里边32个颜色 我就能用10个颜色 好多朋友说万万大的眼影盘 其实就有这种缺点 你大概有几个颜色 有几个颜色不能用 我可以接受 32个颜色吗 OK 但是32个颜色 我只能用十几个颜色 不到一半的颜色 那我买这一盘干嘛 59美金Lorec 你就让我买这一个 No 好吗朋友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不了解Lorec的眼影的朋友 然后它的32个这个大的眼影盘 是上面两套 雾面的下面两套珠光的 或者是那种foil的眼影 总之下面两套就是那种光泽感的眼影 上面就是纯雾面的 我给大家看一眼 上面这16个颜色的雾面的眼影 我 OK 大家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是浅的颜色 但是你不要误会 这个颜色是蓝色的 看到了吗 看到有多灰了吗 朋友们 如果你的肤色跟我非常相近的话 这个颜色是绝对不能用的 我就嫌我们的眼 就是你的眉骨的这个地方 一下子就灰下来了 它不是亮 它是灰 因为它是浅蓝色的 所以这两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做剩下的这个试色 我们 OK 蓝眼 OK 这个颜色在我的皮肤上 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看到 这个颜色 OK 你看到这个颜色怎么用 OK 这四个 看到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你再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完全不能用 这个颜色 我根本不用这个颜色 OK 然后最后两个深色的雾面 在这里 OK 这就是这一个上面 16个颜色的雾面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下面这两趟珠光的 珠光呢 这两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 尤其是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特殊 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两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但是32个颜色 只有两个颜色漂亮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unicorn 它的确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那种unicorn 我的眼睛 unicorn的感觉就是 你在这里边看到 感觉有点紫 有点绿 有点粉 有点银色 它显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像这种颜色 你就是可以给它叠加到 其他的颜色上面 让其他的颜色 更mortalic一些 更亮一些这样子的 所以这两个颜色呢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这是LORAC眼影的特点啊 就是掉粉 粉很松散 这个颜色 我基本上不能用 我很喜欢把这个颜色 给它叠加起来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颜色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这个叫 Fairtail Fairtail 就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这个 跟其他的质感不一样 它是这种 你可以看到 它是这种干粉的glitter foil那种glitter啊 OK 这四个颜色 我没有一个能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颜色 我那天用了一下 这个绿色 不行 我就立马卸掉了 显我的妆容太黑了 你看 这四个颜色 然后我试的这个颜色 叫Copper Pearl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可惜了 大家看到 因为这个颜色 它不是Copper 它跟这个前面的 有这个颜色 Honey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非常的像 太黄了 它那种Bronzer那种颜色 非常的不rich 非常的不饱满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 基本上就算一个失败的颜色 根本不符合它的名字 然后你再看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像 这个颜色我基本上不用 然后最后两个深色的 最后这两个深色呢 跟其他的不一样 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这个大的glitter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清楚啊 这个粉 这个粉非常非常的干 就是这两个深色 其实 大家看到这两个深色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我再试到这里好了 最后这两个深色 看到多大的区别呢 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不太明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 非常非常的 Metallic的这个蓝色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非常深的 这样Metallic蓝色 如果没有一个黑色 去给它晕染掉的话 怎么变成烟熏装呢 就这种跟它同等这样的 Rich的这样的一个 同等level 同样深的这样的颜色 怎么能去晕染这样的颜色呢 绝对需要一个黑色 但是很可惜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深色里边 没有一个是黑的 基本上都是灰色调的 每一个都是灰色调的 所以这一盘眼影来说 对我们亚洲朋友来说 我觉得No 我们先说这一盘好了 这个是Mark Jacobs 今年出的 这个20色的限量的眼影 它去年的没有出 但是它第一代的 我有出 然后这是它改了 这一个眼影的配方 Formula之后 新出的这一盘 同样是20色眼影 然后这边是一个 超级好的 一个大的镜子 我把它盖上 然后外面是这种 斑马纹的这样的包装 它的包装 说实话 我并不是非常的 是它的粉丝啊 这样子 我觉得还好了 但是里边的眼影的颜色 我跟大家说 完全是我的菜 OK 大家看到 超级漂亮的一盘 这一盘呢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雾面的颜色 深色 唯一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这一个啊 没有黑色的 它这个还是那种灰蓝色的 而且里边还有这种 glitter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黑色的话 这一盘就完美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盘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试色好了 试色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看到 它是雾面的 还是珠光的 因为它的质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超级漂亮 这个颜色就是这种 foil的glitter啊 然后需要你 你可以用手把它按在上面 你可以把刷子沾湿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然后中间的四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完全 我很开心它这一盘 有这一个比较 这个高光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unicorn 就是那种 duo的那个眼影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试到这里好了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的上色多 我先找一个这一个 平头刷Sigma的E60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最上面的 这一个beige的颜色 最浅的这个颜色 然后打在我整个眼瞼眉骨的位置 这个颜色呢 不是纯白色的 它是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那种裸色 有点beige tone的裸色 一个MAC的217的 这一个blending brush 然后我沾上这里边的 这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叫什么啊 总之是它的第三套 中间的这一个颜色 在这里 这个颜色打在我Chris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浮粉的现象的 所以弹一下刷子 但是它上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不要用 不要把刷子使劲往里边转 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沾两下 然后直接晕染开就行 然后稍微带出去一点 颜色呢 非常非常上色 深的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 我还是用这个刷子 轻轻沾一下 然后加深在我眼尾的位置 然后往前 用这一个Real Techniques的 这一个叫Chris Brush 然后我沾上这里边的这一个 第二套的 中间这个颜色 有一点 我上色之后 大家就知道它的 它的就是特点了 这个颜色特点 它这种是Fall有的这样的 所以你刷子进去的时候 并不会浮粉啊 很贴合这样子的 然后把它刷在 如果你想要这个颜色 非常显色的话 你可以用手 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的妆容感 不想让它太夸张 所以就是 稍微 一个刷子 然后我从眼尾的位置 这样 它稍微的 晕染一些 然后呢 我直接用手啊 沾上这一个 最上面的这一个 大家看到 这个颜色 然后 点在我眼头 稍微加亮一点点 其实不是稍微 它真的是非常亮 但是 哎呀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找一个 这样大头的刷子 我沾上刚才的 那一个 背质的这个颜色 好 清理一下边边 然后呢 我用这一个 ZOEVA的这一个 是 ZOEVA几号 223 这样的刷头 然后我沾上 刚才的 最深的这个颜色 找在我 下眼线 外圆的位置 外眼角的位置 那我再沾上一点点 这个颜色 然后给它晕染开 美股的提亮呢 我用这一个 It Cosmetics的 这一个 Angle Brush 然后我沾上它最 这个颜色 很白的 这个颜色 稍微沾一点点 提亮一下 因为它真的 很上色 OK 好啦 那回来 最后一盘呢 就是 这一盘 好多朋友都要求 做这一盘的 这一个 review的视频 我觉得单独 review的话 蛮可惜的 因为有其他的 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 今天的这一个 视频当中 然后它是 这一盘呢 叫什么 叫什么 Sainer and Saver 什么东西的 乱七八糟 我也不太清楚了 总之 就是这一盘 然后 这个呢 包装就是像门一样的 大家知道 像教堂那个门一样的 打开之后 我们先看这一边 这是123456789 101112 然后一个是24个颜色的眼影 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有多漂亮 但是说实话 它颜色非常非常的跳通 然后你需要自己去搭配颜色 这样子的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试色 让大家看 大家看到这个黑色 OK 看一下这个紫色 到位 然后我们试色 这盘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OK 这个是干的 这样的glitter的颜色 你可以把刷子喷湿 你也可以直接像我用手 一会儿我给大家做demo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glitter glue 然后给它打在眼睛上 然后再上色 它会非常的metallic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黑色 OK 然后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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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呢 是我这里边唯一不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一个 唯一不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一个 就是我自己不会常用的颜色 太灰了 这个黑色我怎么感觉没示好 OK 来了 这个黑色是纯雾面的 这样子的 然后 下面这三个颜色 这里边也是 这个颜色也带大的glitter 但是你给它晕染开之后 还好 太漂亮了 哦 那是也是glitter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 glitter这样子 我不太喜欢用这种glitter去提亮眉骨的位置 眼头的位置完全可以 但是眉骨的位置我不太喜欢这种的 中间这两个 非常非常漂亮 颜色非常的饱满 这种颜色我很少会用到 但是这个颜色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个紫色 这三个颜色 接下来这三个颜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三颜色非常漂亮 它这种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啦 总体说这一盘眼影还是非常漂亮的 等等 这里边的这个叫 Matar 我不太会发音 总之就是 这个颜色 Chris的这个颜色 这个是雾面的 然后 大家看到 它刷子进来还是有浮粉的现象 就是粉纸嘛 这种比较细的粉 它基本上都会有浮粉的现象 不得说了 我就直接画 然后把它达到Chris的位置 虽然在盘里边 这个颜色看上去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冷色调 但是其实晕染开 大家看到还好 非常非常好上色 不要沾 太多的产品 对我用的是Sigma的E38这个刷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加一点点这个叫Devil这个颜色 太大了这一盘 就是这个 橘色调的这一个 它那个镜子其实一点也不使用 太大了 然后我加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它颜色与颜色之间的这一个 晕染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好 不会显得很 怎么说呢 非常的脏兮兮那种感觉 它不会 颜色叫 Sdigmata 在这里 紫色的这一个 不是紫色了 叫Cranberry 应该这么说吗 有一点橘色 有一点 我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打到我Chris下面 整个眼瞼的位置 接下来我还用这个刷子 我稍微粘 稍微粘一点点的这一个叫Revelation 就是这个颜色 其实这个颜色很漂亮 除了它里面有大的glitter之外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它就是雾面的粉 但是里面带一点点glitter 但是你把它晕染开的时候 glitter还OK 我可以接受 它在眼尾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去晕染它 然后我找一个这样的 intense的刷子 这个刷子 我是在这个亚马逊的 买的一个set里面 带的这样子的 然后我用这个颜色呢 这个刷子呢 沾上这里的颜色 叫Crucifix 在这里 是一个 算是一个dark dark brown 但是有点purple tone 在里面 然后给它加深在我眼尾的位置 一个MAC的这一个286这个刷子 285 286 286 OK这样的fluffy的刷子 然后我去晕染它 往外边晕染 这个质感啊 这个叫什么rapture rapture就上面这一个 这个就是干的glitter了啊 然后我刷子不喷石 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我稍微的 粘上一点点 大家看到 它有上来啊 有粘上产品 然后我把它轻轻的 就是轻轻的压一下就好 这样子的 并没有大的glitter掉下来啊 如果你要用很多的话 你想要它非常的mortalic的话 那你的刷子就要喷湿了 然后我用这个颜色叫叫什么 ammon 这里 哎 我要打在我眉骨 还有很可惜 这一排没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shimmer的 眉骨跟 内眼角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个是雾面的 纯雾面的 提亮一下这个地方就好了 大家看到它是纯雾面的 然后底下的这一个就是有点 就是冷色到冷色到冷色掉的那种 啊pink那种感觉的 总之就是少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一个 嗯 比较 银 Icy一点的这样的提亮的颜色 哎 视频 那今天这个超长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 希望大家点赞一下 然后新来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拜拜 拜拜